其實這個位置有點尷尬 前面那個鼠農公園 正是有些紅衣人士在示威靜作和平降椅 鏡頭一轉轉過來 在市農區大家玩水 那是什麼意思呢 還有呢 現場所見 這個玩水的人士是多過他們的示威人士 那這班人士 又是坐在這些Pick Up車裡面 通街潑水啊 玩水啊 但是有個奇怪的現象就是 他們都厲害了 當天 就是紅衣黨他們 就是來這裡遊行都不至於封到路 但是這班人士呢 竟然可以封到路 大家看到一些車輛 慢慢爬進去裡面 或者在裡面爬出來 但是再晚一點就不可能了 因為這裡已經被人群佔據了 那大家根本是那些車輛走不到 入不到出不到的 這些人民力量真是厲害 那在這裡呢 紅衣黨也不可以來示威 什麼通街都是水 怎麼坐啊 坐不到的啊 萬谷市最熱鬧的潑水節 就是在這裡舉行 但是對面 就是紅衣黨示威的地方 那就是怎樣的 那就是這樣咯 南非生態令咯